玉二馬公司正在將內部卡車司機的起身 提高到每年11萬美元 並且擴大了一項培訓現有工人成為司機的計劃 以確保公司可以留住現有的卡車司機 同時吸引新的司機 以解決供應鏈之中的物流和運輸問題 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最新年度數據 2020年重型卡車和牽引拖車司機的年薪 中位數是47,130美元 玉二馬以11萬美元起身吸引卡車司機 《華爾街日報》7日報導 玉二馬的一位女發言人表示 為了保持他們的供應鏈、信窗運行 該局公司將卡車司機的起身 設定在每年9萬5千美元至11萬美元之間 告於平均起身的8萬7千美元 2020年重型卡車和牽引拖車司機的年薪中位數 是47,130美元 玉二馬還表示 內部培訓計劃將會為玉二馬其他職位的工人 提供為期12個星期的課程 以成為獲得認證的卡車司機 並且加入公司的內部車隊 儘管卡車司機的工資 在整個新冠大流行期間穩步上漲 但聯邦勞工統計數據仍顯示 上個月卡車運輸業 又失去了4,900個工作崗位 這個下降與服務業以及物流業 以及其他部分 如倉庫儲存等就業增長 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玉二馬一位女發言人指 在過去兩年裏 玉二馬為他們內部車隊 請了7,000名司機 去年就請了4,500名司機 這是公司歷史上最多的一次 他們總共請了大約1萬2千名卡車司機 玉二馬是美國收入最大的零售商 長期以來一直以他們卡車司機的薪酬 高於行業平均水平而聞名 在玉二馬網站上的招聘信息中 該公司表示 除了為某些地區的新卡車司機 提供8,000美元 又或者是更多簽約獎金之外 該公司還提供貴度的安全獎金 玉二馬的公司反映了 幾十年來公路卡車司機 市場上的壓力 其他公司很可能也會效仿玉二馬 提供司機工資的做法 天下衛視編輯報導